要传递那个参数 多半还是会做个表单 让使用者去key这些资料 甚至将来不用key 反正你就站在磅秤上面 站在身高测量以上面 反正答案就出来了 你也不需要去key 所以未来的输入界面的话 应该会更多元一些一些 像我家里有个什么小米的体重计 有没有 那个小米体重计你秤上去 手机上面就会显示你现在的体重 然后每一次秤 就会把你的体重给记录下来 然后你的体重就会高高低低的 就有个表每天秤的时间不一样 然后就会有一个记录在 你就知道说你这个时间变胖了 下一次应该要更瘦一点 所以每天每天看一下 如果你的体重有往下掉的话 那表示你已经是有进步的 还蛮好的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什么小米手环 也是一样 然后小米手环 我自己有一个 我太太有送我一个 只是我有时候懒得带她 她当然如果你们用过 应该都知道 至少可以测量你的 比如说睡眠时间 还有心跳 心的好像也可以测血压 不过不知道准不准确 但至少这些东西 未来应该会在生活里面 不断的应该会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 而且以后可能不见得一定要到医院 才能知道你一些生理的状态 可能当你还没有生病之前 她会跟你警告说 你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哪些身体 可能会出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也许预防剩余治疗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BMI 首先我们前面有一个BMI的练习题 一样是输入用input 输入input 但是我要把它改成网页上面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要跟它做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段来完成 我讲过 Holo1234 你不要一下跳到4 有没有 胖子的图其实是最麻烦的 那个图 那个图部分的话 我有放在云端上面 我跟各位讲 这个BMI的图不见的一定要用我找到的 你可以去找你喜欢的图都没有关系 反正我只是说要把每一种的体重 让它用图来表示会更加的生动 比较能够用眼睛看马上就知道了 因为现在人还是不喜欢看太多的文字 图的话有时候反而比较直觉 所以第一个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它做出来类似这样 这个当然我字太小了 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首先的话我希望在这边输入一个什么 它的UIL是BMI 然后面的话我一样传递两个参数 传递的方式我讲过两种方法 哪一个方法好 你就用哪一种方法都OK 不过后面如果要配合表单的话 恐怕要用get会比较OK 因为表单里面的话 一样是从凤传递参数过来我去接他 接的方法特别注意一定是个问号 加上第一个参数名称 加上他的词 然后M的符号之后的话再加上第二个 那我把这两个词给get到 再算出他的BMI 并且得到那个结果 评语是过轻还是过重 大概就这样 其实就是把我们之前做的练习 把它搬到Jungle而已 那你要能够第一阶段OK之后 我再建议你再往第二阶段走 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出错 因为底下我们还要再放图 不过我觉得可以按部就班 最后当然还要把什么 把这个W跟那个H 把它改成你要做个表单 那个表单里面的话 要让人家用输入的 输入第一个输入第二个 按一个3命 用一个确定 再传递过来再做结果 甚至未来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BMI记录下来 那记录下来你恐怕 会需要有一个资料库在背后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会把那个之前讲过 那个SQL Live部分再加进来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阶段来看一下 应该没问题啦 只是说我把那个重点讲一下 一 所以未来 我还是习惯用标准化流程 反正我就step by step 只要第一个step OK 再往下走 你只要那个step没错的话 应该程式也不太容易出错 就怕说你跳太快 一下跳到太后面 一让马上一定错 所以我习惯就是一 先确定我要做什么 二 那我如果说 我希望用那个Response 用那个HDV Response 丢字串就OK 因为这个其实没几个字嘛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 确认我要做什么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一律会先从View开始 所以呢 我就先把那个View Views这边打开之后 然后再把之前的程式贴过来 其实你贴过来的时候呢 那我这边建一个什么 我的Function 这个Function名称也许叫BMIAR 后面一样Request 因为我必须从那个 我的网页上得到一些东西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要用的是什么 我要用的是 取得那个网页上面的参数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 我就利用什么呢 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对应这个W 这个H 那将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W什么 用get的方法 把它得到 所以得到的时候呢 它一定是50 不过50是一个次串 那我如果要把它转成一个浮点 如果小数点的话 那我一律在这个加前面一个floater 如果没有加这个的话 后面就会产生连锁的错误 另外的话 一般习惯 因为我们这边都习惯用公分 所以这边我用除 但如果你是米的话 比如1.66的话 那理论上这个就不用除 这个可能你可以把逻辑再会修改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那个我们的views里面就取得我们要的东西 实际上这两行实际上就是把input的修改 其实也没改什么东西 就是把什么 把input的改成request.get 那外面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这个中瓜 特别说这个是中瓜糊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把取得的值 其实底下好像都没什么改 我只有把那个什么呢 把print改成s 因为我要串接这个字串 所以我这边加一个s 指的就是一个字串 它的评语 那计算出bmi之后的话 当然第一个先把bmi先存起来 然后第二个的话 把评语的结果存起来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return respond 这个方法输出 那后面的话 我就用什么 bmi 所以这边我需要看到的结果 假设长这样的话 那因为我之前 在那个我云端上面是放用person 不过person慢慢 那个python慢慢器用 他说以后不推荐你们用person 就跟以前用那个java或用cc大家一样 我们不要用person 他建议是用format 所以我后来又把它改成 那个用format的方式 而且format我觉得是真的是比较好用一些 那里面因为我要带两个东西 所以在format里面的话 我就带一个bmi跟一个s 那前面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bmi 这个变数 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刮壶 所以我要取到小圈第一位 所以我这边 第一个我就是bmi 然后这边大瓜壶 然后点ef就可以了 OK 然后p的话就是换一个段落 或者你可以用br br的话也许你就是换一行也可以 反正看你的距离 p或br都可以 那这边的话呢 平语 后面的话 我就是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s 那当然如果我不指定那个形态的话 就一个大瓜我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两个丢进来 这个丢到这边来 这个丢到这边来 看到的结果就会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不过 不过第二个阶段 我希望怎么样 也能够再做一张图上去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后面好像因为同意已经有做练习了 接下来我希望可以在这个底下加上一个 不过这个图有点可怕 OK 但是其实会蛮生动的 因为马上表现出到底他过轻呢 还是轻度肥胖像这样 我是觉得有那个意思 如果很胖的话呢 就是那一张嘛 你们应该有找到那个对应的图 那一样我先把那个image 好像有1234很多张 12356 还在这一张 这一张的话呢 真的就太胖了 蛮担心我变成这样 OK 真的 其实如果自己照到镜子 觉得这小腹微凸 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更努力一些些 一直很想要找时间 所以我现在有时间 我一定找地方去运动 如果夏天的话 我蛮喜欢去那个海边游泳的 蛮推荐各位可以去 去一个 基隆有一个那个和平岛公园 那边游泳 就是你可以在水里面可以跟鱼一起游泳 因为你一起游的时候 鱼就会在你身边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部分做完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这上面有那个 一个叫BMI的图 这个你当然可以用我的 或者不用我的都没有关系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刚刚那六张图档 那我六张图档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 要把它放到 我们的专案里面的话 第一个一样 就是把它丢到哪里 丢到Image 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特别注意 这个上个礼拜讲过 记得一定是放在Static 里面的Image 那位置请你不要乱动 因为只要乱动的地方 因为早上我发现 同学问最多问题 就是那个找不到图 或者找不到CSS 如果这个没有问题 我相信以后你会做这个Jungle 用的应该会蛮流畅的 只要你这个位置没有错误的话 那我想应该很快就显示出来 那只是说我要怎么样 把那个对应的图把它放 那当然理论上应该就是在这下面 也许要做一点事情 那怎么做呢 那请各位试一下第一阶段 先把BMI的文字先产生 第二个的话 再把BMI的Image放进去 然后或许再来 也许可以把CSS 可以把它放进去 都没有关系 那再来后面也许 就是再做一个表单 那个表单的话就是 可以在输入的时候 不要直接在网页上面输入 不然的话你每次都要在那边问号 然后呢 你要在一个什么 W等于什么 And H等于什么 那当然很麻烦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表单 那表单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文字的部分先完成 待会我们再看那个 图的部分怎么加上去